立法会下午三个点算法定人数 最终因为争一个人要休会 而休会的一刻 会议明时有两个民主派议员 汪虎言报道 立法会大会下午辩论七项 关于附属法例的议案 两点多由刚刚连任内会主席李慧琼 代主席梁君彦主持住先 吃饭时间鬼鬼祟祟 没有人的时候就自己走上这个位 你是非法选出来的一个非法的主持 我是合法的内务委员会主席 所以我会帖助主席主持部分的立法会会议 民主派议员多次提出规程问题 朱凯迪被多次警告之后被逐离会议厅 没有足够的法定人数 踏入四点之后会议厅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 召唤钟声响到14分半刚好救人继续开会 到他发言完 没有足够的法定人数 怎么算法定人数 今次享足15分钟最终差一个人才够 法定人数仍然不足 根据议事规则第十七培议条 我现在宣布业会 在会议厅的34人 民主派只有梁继昌和准备发言的胡志偉 其余是建制派 全日共四次点人数 刘一刻张超雄在外面 他说议会已经不正常运作 他们不会和议会合作 按议事规则 主席可以随时重新召开会议 继续未完的议程 有线电视记者黄浩言报道 一手掌握游线新闻